我其實當初會成為一個婚禮主持人 是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我對活動企劃這件事情是很有興趣的 那因為發現得很早 所以呢我在畢業之後就覺得 其實我好像可以以這一件事情來作為我永久的職業 所以我就搜尋到了婚禮企劃婚禮主持人 然後我就因此這七年當中我就以此為做了我的工作 那之所以為什麼會創業 也是因為我在之前婚宴會館工作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那時候的婚宴場次其實是非常多的 我發現其實在這麼忙忙碌碌的生活當中 我發現我自己想要的婚禮的樣子是什麼 我發現其實是愛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就決定那我是不是可以創立一個自己的愛這個字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婚禮當中集結了可能有三四百個 一生當中在你這一生當中很重要的一些人 比方說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同學你的同事你的老師 他們一起在同一個空間也許他們彼此是不認識你的 可是他們一起坐在這裡然後在你當門打開 才用最誠摯的目光迎接著你進來 其實這些事情都有關於愛這個字 所以我決定做風格上的轉換 決定創立自己的品牌 因為在以前我覺得可能流程設計很複雜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愛這個字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喜悅堂所有一句那個slogan叫做 我愛的那日起我宛若心聲 這也是我的初衷 我覺得在我1227年當中我覺得最印象深刻 也是影響我很大的一場婚禮 就是某一次有一個信仰他告訴我 因為他是單親家庭 所以他在很小很小的時候就是跟媽媽分開的 然後他是跟著爸爸 後來爸爸就過世了 那他跟媽媽還是一直都是分開住的 他告訴我其實他在婚禮的時候 他很渴望媽媽是給他一個擁抱 然後告訴他他其實很愛他很在乎他 可是他從來都沒有這麼做過 那我當天也觀察到其實他的媽媽也是很 他可能站在旁邊 可是他其實是很想要主動為這個信仰做些什麼 所以他們就在這個愛跟被愛之間做拉扯 後來我就決定在舞台上請他們擁抱彼此 然後我也告訴他的媽媽 其實這個信仰是很在乎他很愛他 很希望很渴望他的愛跟回饋 那當他們擁抱彼此之後 他們的關係好像就破壁了 也在婚禮結束之後 我沒想到這件事情這個擁抱的後座力怎麼強 自此之後他們兩個人關係就拉近了許多 這件事情也因此讓我覺得就是 我堅持的這個初衷是很重要的 如果待會跟我們一起離開 我們會不會太遠 我們在一起離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